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种情报可真够磨一封啊 好 一带大侠了怎么能拿这么多东西呢 请理想和现实总是会存在差距 无论你在外有些大本事 一回家定会气场全国 形象即时 一带啊 你娘给你绣的帽子呢 那些貌似无心的话语 不经意的虚弱 都在温情的掩护下准备指导你的要害 鱼蛋 在何处当差 越想多少 有没有衙门编制 嗯 呵呵呵 哈哈哈哈 身为一带大侠 自然是纵横四海 浪迹天涯 一刻他们的价值观永远不会在一个体系里 遭受非议 自然是在此难免 呃 大家有什么话 请放到桌面上来说 鱼蛋 鱼蛋 定亲了吗 什么时候成亲 什么时候生子啊 先有国 后有家 如今匈奴未灭 大丈夫还不是考虑儿女私情的时候 大黄处啊 我看得上了 找不到 现在 你只要什么 你只要什么味 大家有什么话 请放到桌面上来说 鱼蛋 买宅子没有啊 对未来有何规划 你打算呢 呵呵呵 瑕之大者 四海为家 广阔天地 大有作为 怎能将自己困在一所小小的宅子里呢 是啊 未来嘛 打算继续浪迹天涯 丑他呢 丑他呢 一说白了就是乞丐 还不如乞丐 对不起 哪有那能力 老同志 大家有什么话 请放到桌面上来说 这么多年你在外面 究竟学会了什么呀 问得好 铸剑大法 此剑 是海儿千锤百炼 巧夺天宫的作品 他吹毛季断 消铁 如 泥 那还有救 哈哈 我和村口的王铁匠啊 是至交 过年以后啊 你就到他那去帮忙 村口饭吃是没问题的 我和你娘也放心了 我受不了了 哎呀 就这样 心灰意冷的卢小鱼父母 为了他们晚年的幸福 决定再生一个孩子 爹 娘 请不要放弃海儿 过年回家 每一个笑容背后 都隐藏着伤害 你只要老老实实 按照秘籍上面的驱缩 定能扭转乾坤 回去吧 师傅 这本秘籍确实有效 但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偏偏少了几页 以徒儿对师傅你人品的了解 定是你想勒索徒儿钱财 留个后招 师傅 我已经仔细研究过了 书中这些残缺液 肯定是我自己不小心弄掉的 这些饮料是给您的赔偿 还请师傅既往不咎 直眼迷惊 这两大绝学的第一招 就是 斗转星移神功 亲友们的热情令你难以招架 此时千万不要慌张 应该看准时机 抛出礼物 转移视线 然后 神不知鬼不觉的 脱身 先发制人大法 天下武功 唯快不破 要想脱离被欠有非问的困境 就要抢在他们之前 以牙管牙 气功 令郎在国子间快毕业了吧 研究李济这个专业的好找差事吗 你知道如今太学生就业压力有多大吗 每三个太学生就一个找不到差事 而找到差事的平均月薪只有十七两六千 在京城 人均月薪后费是二十五两三千 也就是说 你不但得不到她的回报 还要每月到底给她七两七千 看在亲戚的份上 不如让她来跟我一起浪迹天涯吧 吃那些门 我从小就不熟悉你 novel 都ой天ve 你解决第一个,那个過去 大家有什么话 放在桌面上来说 我整天的 衝由都桃了 八一 令郎相貌正义 奇形怪状 您还是现实一点 王铁将家的傻乎有何不好 不就是头发有点少 智商有点滴 脸上有点滴 出门还忘穿鞋吗 是问哪点配不上令郎 您非要给他介绍漂亮姑娘 可人家需要前三斤 后三斤的房子 需要四轮双排坐大马车 您和八一夫又买不起 令郎这辈子 恐是难成家世了 对了 为什么他最近和三弟 乘是初双入队 关系越来越亲密 很凶 我早就发现 我们家的傻乎 很小就喜欢个男孩 对了 早的那样 半夜初初 大家有什么话 就放到桌面上来说吧 不喜欢他 哪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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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祖上留下的老宅 住得还好吧 你每日只用打打牌 喝喝酒 要么 就是蹲在村口的墙角 打听事儿 日子过得 很充实吧 嗯 看令郎那么怕老婆 好像也不是很孝顺您的样子 三婶天天跑到村口去跳舞 跟王铁匠 眉来眼去 好像也不是很关心您的样子 像你这么一位 事业无成 儿子不孝 妻子不忠之人 年少时 对未来 有过什么冲击 慢点慢点 我亲眼看见三十个王子 就没来人去 但是就只能在墙上展览 大家有什么话 放在台面上 就这样说吧 就这样 幸亏一冷的众亲戚们 为了各自挖蝶的幸福 决定再生一堆孩子 爹 羊 就不要放弃我们 虽说侠之大者 四海为家 但是过年 我怎么可能不回家 因为 我不会放弃他